我太爱他舍不得 不就是你的贪婪吗 搞得挺伟大还爱 爱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爱别人呢 只不过是他身上的某一个优点是你想要的 比如说他的色相 长得帅 长得好看 或者他比较有米 或者他比较有才华 或者他这个人儒雅 或者幽默风趣 你不就是贪恋那点东西吗 搞得还 你不要搞得好像他有多好 是我们自己有多贪恋而已 不是他有多好 是我们自己贪恋太多 那我们讲爱怎么会变呢 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不在了 他就变了 举例子 如果你爱上一个人是因为他事业做得好 他事业做得不好 你可能就不爱了 对吧 你爱的是一个人的才华 当有一天你不再爱他这种才华 或者你爱上了一个比他更有才华的 你就不爱了 以利相较利尽则散 以情相较情断必伤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要明白规律 当你明白规律 你就可以坦然地看待一切 嗯 我一定认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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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